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世界一直被认为是很广阔的地方 但是宇宙更加大 而且它还一直膨胀 我们怎么知道呢? 主要是红尔给到我们的证据 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们将会学到有关爱德文·哈勃 以及他如何利用多普勒效应 作为宇宙膨胀的证据 在爱德文·哈勃之前的研究 科学家相信宇宙要小得多和静止得多 爱德文·哈勃仔细被对轮近星系发出的光线 他之后成为了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 行星大气中的元素当中的原子 会吸收特定波长的光 这样就可以给我们知道 恒星的化学成分和它和地球的相对距离 观察恒星的光谱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同波长的吸收普线 这些又称为呼朗和飞普线 这些黑色的线告诉我们是哪里被吸收的光 多普勒效应 是指如果光源相对观察者移动 感观察到的声音波长和音调是会改变 又或者是光波的波长和颜色的改变 你们有没有听过警车通过时 会注意到警特星突然有改变 接着你会体验到多普勒效应 从遥远的星系传过来的星光 都会有同样的事发生 当行星移开的时候 由于多普勒效应 行星发出的光的频率是低于预期 它照着红色频率移动 我们称为红移 哈勃注意到 大多数星系的光都移向光谱红色的一端 一个星系越远 它的光被红移得越多 看一下这两个原子光谱 一个来自我们太阳 另一个是来自遥远的行星 请记得 低频可见光是呈红色 而高频可见光是呈红色 光谱里面的线有相同的图案 但是它们已经移到 遥远行星光谱红色那一边 哈勃得出一个结论 A 大多数的星系正在 远离我们的星系 B 星系越远 远离的速度就越快 C 宇宙正在 彭障 看一下这三个光谱 这些行星里头 哪一个最接近我们呢 这三个行星当中 哪个离我们最远呢 这三个行星 熊二同时 亦都为大爆炸理论提供了佐证 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当中 找到有关大爆炸理论的更多的资讯 这样我们就知道宇宙真是一个广阔无人的地方 以及一直不断地膨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